眼下正值春季招聘黄金期 不久前由企业发布盲盒岗位引发热议 招聘信息显示 该岗位是为想要加入该公司 但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岗位的求职者打造 投递简历不分岗位类别 公司会帮助求职者选择合适的岗位 此外 惯以元宇宙之名的岗位招聘也越发火热 云招聘下的新名词新玩法层出不穷 民众对此有适合看法呢 如果要是从岗位来讲的话 我可能个人不会去尝试去做这种岗位 因为本身我对不熟悉的岗位 我可能不会去直接去参与 为管培生的话 他还是会稍微的明确 就是你是哪个领域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说完全不知道 你未来的工作是什么的话 这个还是不靠谱的 求职这种方向 这个发展方向 因为受影时代潮流是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咱们都得写得详细一些 这些细节东西是我们求职者非常关心的 对此法律专家表示 盲盒岗位宣称灵活多变 帮求职者发掘潜在未开发的机会 迎合了一部分没有清晰职业规划 对工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定位的求职者 但实际上盲盒岗位设置涉嫌违法 风险不小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 佣人单位遭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 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 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等 求职者接受盲盒岗位后 可能会由于岗位内容和职责不明确 而导致陷入风险 比如通过岗位调剂 无法确定合适岗位 优人单位可能会以不能胜任工作 而解除劳动合同 求职者无法获得补偿和赔偿 工资待遇和休息休假权利 得不到保障等等 而冠以元宇宙名义的岗位招聘 也要警惕部分企业 以高薪为噱头 蹭热度 岗位噱头大于实质等问题 由于元宇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领域 存在不少以此为噱头的招聘 求职者若盲目追捧 可能会与自己的预期 相距甚远 甚至可能会被以元宇宙之名聘用 而实际上从事其他工作 导致权责不明确 自身权益受损 求职者更要防范 不法分子借机诈骗 郭小明表示 随着云招聘的普及 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 更要诚实守信 招聘平台也应尽到平台义务 对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 进行刑事审查和实施动态监督 收到用户投诉举报 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此外求职者也应提高警惕 进防落入云陷阱 作为求职者 在应聘时 要结合自身的职业规划 兴趣特长等 选择合适的单位和岗位 对一些高薪优厚待遇 甚至不符合厂里的岗位信息 要提高警惕 多进行核实确认 最好对异象用人单位 进行背景调查 若在求职中 入职后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可以视情况 通过法律途径的维权 向劳动监察部门反应 或者通过仲裁诉讼维权 若受到财产损失 甚至人身伤害 要第一时间报警